台南一名黄姓男子两年前 击欠债主六万元迟迟未还 最近债主知道他回乡过年 就相约谈判 结果协商破裂 被害人当街被债主给掳走 还被迫签下了七万元本票 还好警方即刻救援 及时将人救出 黑色轿车停靠路边 下一秒直见三名二煞 将一名男子团团包围 还猛力拉扯 就算被害人不断解释求饶 但二煞完全不理会 将人强压上车后 开车加速逃逸 警方获报立刻展开茶器 优势紧力抵达 原来被害人被押往这户民宅 远警火速将人救出 只是双方究竟有什么仇恨 原来因为债务纠纷 被害人这才被掳走 一名男子招人强压上车 去向不明 经了解是因债务纠纷引起 48代6号晚间8点多 台南沿水区中一路 当时黄姓男子遭到 邱姓祖贤等人押走 原来两年前被害人欠下6万块 却迟迟未还 被祖贤得知回乡过年 双方立刻相约谈判 没想到协商破裂 尽管遭掳走途中 被害人一度想逃 但依旧被抓回来 最后只能签下7万元本票 好在警方获报即刻救援 先犯被逮捕 全都低着头 模样狼狈遭移送 只是因为债务谈不拢 祖贤落来同伙 当街掳人 行径嚣张 如今全落入法网 就算后悔 也只能去牢里好好反省 藉由黄沐奇一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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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